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两类新闻啊 这两类新闻其实都是美国对于中国最近的一系列的一些操作呀 首先啊,一直以来持续的芯片上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那就是关于美国最近啊,要搞小圈子嘛 拉着其他的国家要啊,严格的 然后检查中国的这些旅客 然后这两类新闻其实最近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其实大家只要看清楚了啊,这两类的新闻 大家就知道啊,在中美博弈这一块 谁急,谁不急,未来发展好的肯定不急 未来发展不行的,那个肯定是着急 要连续的出手,遏止对方的发展呢 大家把这两类的新闻看清楚 大家就知道啊,未来今天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关于这个芯片的新闻 海外的媒体啊,正在疯狂的讨论呢 就关于啊,这个中美的芯片大战到底谁赢了 大家也都知道,海外媒体的这个德行啊 对不对,总而言之美国没有输 然后他这个结论啊,这篇文章啊 然后写来又写去啊,写了一大堆 但是总而言之美国没输 落到哪呢?落到中美要继续竞争 对不对,总而言之中美要继续竞争 其实啊,你从这篇文章上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谁到最后露了窃了 谁到最后衰掉啊,谁啊 芯片最新的消息 最近跟大家聊了 台湾那边要开始补贴自己的啊 这些芯片制造业了 只要你发展高端的芯片 你不管是啊,买设备 还是要发展,总而言之我都给你补贴 补贴将近30%的营业税啊 对不对 为什么台湾这样做 之前跟大家讲过 抵御谁对于台湾芯片制造业的压榨 那肯定不是大陆啊 美国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啊 台湾要拼了 美国的芯片战略撑不住了 大家得看到这一点啊 总而言之 你从芯片这个世界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战略在出问题 很多的同学看待很多的东西啊 很焦虑啊 就比如说啊 某些台湾的问题如何解决呀 你老五曾经说过要看到啊 台湾问题背后的那个美国 我们要赢美国能赢吗 能赢吗 美国那么好赢的吗 其实大家把这些新闻看透了 你就知道 不用说谁赢谁输 不用说我跟各位讲谁赢谁输 大家就有个判断 为什么这样说呢 咱们聊点简单的新闻啊 德国和泰国关于啊 最近的这些事情啊 就是限制中国旅客的一些操作呀 德国这边说了啊 德国这边说了 要怎么样呢 德国的外交部啊 建议啊 非必要别去中国 可能很多同学啊 看到了啊 又开始啊 心慌 对不对 德国要背叛了吗 德国不是来中国投了很多的字吗 你老五还讲过呢 德国外交部这个建议 他只是建议而已啊 他自己也说 他不是政策呀 也不是旅行警告啊 一个国家 如果对另外一个国家发旅行警告 这就是国家层面建议了 但是的话 这个德国的外交部 只是啊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非必要就别去了 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 这个建议也并不是说 要对中国的游客去德国 要加强建议啊 对不对 德国这个态度 大家看到了 欧洲啊 法国呀 意大利呀 西班牙呀 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游客 要加强建议 可是德国这个时候 做出了一个建议 大家就知道这两种态度 出了什么问题啊 不仅德国最近有消息 泰国也有消息啊 泰国要求入境者提供 两剂疫苗接种的证明 这个证明的是针对的所有人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不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 泰国愿意这么这么去做 挺好 我觉得很好 对不对 你啊 像所有的其他国家的人 都提这个要求 你给我来两剂 疫苗接种的证明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对于中国来说 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 之前跟大家聊过 最近我跟大家聊这种话题 总有一些 奇怪的声音进来啊 你中国原来也限制别人 对不对 你看看中国原来 这个疫情管得严的时候 谁都不能来 哪怕是当时出国啊 去去国外了 旅游一下 然后你的政策一出来啊 都回不去了 你看看这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那你中国啊 还这样对待别人 别人这样对待你 首先中国对待的是所有的国家 没有歧视任何一个国家 对不对 然后的话包含自己的国民 也一视同仁 跟其他的国家的外国人 一样的一样的对待 只要我这个政策出来了 然后的话自己的国民 人在国外他也没办法回来 中国的政策是一视同仁的 不是歧视性的 一定得知道这一点 不要一说就是啊 中国啊对待外国 当年不让回啊 我们中国也不能 中国人也回不去 两码事 只针对中国做 中国的旅客做限制的话 那就是歧视性的政策 其实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就是要羞辱你吗 他能伤到中国吗 之前跟大家讲了 伤不到 伤的是谁啊 谁配合美国商谁啊 对不对 咱们就不说别的商务性 商务性的这种交往 咱们就说这个关于旅游 中国的游客出去旅游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有这种政策 那我就不去了呗 损害的是你的旅游行业 我兜里的钱没变少啊 你这种政策 到最后伤害的是 美国自己的小盟友而已啊 然后美国 为什么要做这种政策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 美国人心里面那种着急 对不对 我要啊 详尽一切的办法 让你出错 羞辱你 让你出大问题 这就是美国的做法 他为什么要羞辱你呢 对不对 让你内部舆论出问题啊 因为要内部可能有一部分啊 带方向的这个时候又说了 哎呀外国都在限制中国人 外国在限制中国人 我们中国出了大问题了 对不对 反正总而言之啊 我们的经济啊 也会出问题 这也会出问题 因为外国都在携手 要针对中国人 问题是 是这样吗 美国这个战略 他能成功吗 就如此蠢的一个政策 还得啊 真还得损害自己小盟友利益的一个政策 他推到现在 你看看泰国 对不对 我对所有人都都要求这个 疫苗的接种证明 我不玩歧视 你看看德国 我只是给个建议啊 大家非必要 就别去中国了 对不对啊 也不是一个啊 旅行的警告 对不对 也不是说啊 行政上的政策 只针对中国搞什么严格的疫情的检查 对不对 也没有做这种事情 美国走到现在 连欧洲都拉不起来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美国在那个时候 只有欧洲 只有意大利啊 对于中国的这个游客啊 采取了这个啊 这个检疫的措施 那个时候我就说 欧洲只有一个国家 跟美国 我都觉得不可能 不正常 对不对 走到现在 欧洲只有几个国家 在这联手啊 我们要对中国的游客 采取动作了 你找不出几个 还是那几个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这算是大个的 小子 你都找不出来 波兰也对着干 对不对 波兰 我们也不针对 中国游客 做这种事情 那美国连 现在 大家知道 美国连这样的一件小事 只不过恶心 中国的事 他都成功不了啊 对不对 恶心一下 中国 他都做不到啊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啊 其实 关于限制中国游客的事情 有一个国家 一定得拿出来说 那就是新西兰 对不对 新西兰啊 卫生部长 自己出来说 不针对中国 对不对 人家 因为什么呢 那没有变异啊 很正常啊 不会引发 我们新西兰国内的 这种疫情的这个变化 不会 新西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无眼联盟的国家呀 对不对 身为美国的盟友 然后身为美国最亲密的 无眼联盟的盟友啊 然后都不配合美国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美国对对你素长啊 素有恩义 对不对 我美国把你当成自己人看待 那昂萨的联盟 无眼联盟啊 你都是其中的一员 这个时候 我美国遇到点问题啊 中美博弈那么关键的时候 我只不过让你付出点利益 你都不做呀 对不对 让你新西兰啊 只是赔点钱 而且也不会伤害你 与中国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不过就是啊 配合美国 配合我美国羞辱一下中国嘛 对不对 也没有伤到中国的利益 也没伤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你新西兰都不配合我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 对不对 你会恨死新西兰 美国连新西兰都拉不住 对不对 无眼联盟 昂萨的联盟 然后呢 如此紧密的一个组织 美国怎么就做不成这些事呢 这个事情已经啊 延续了两个星期左右了吧 走到现在 你看看奇形怪状的声音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不疯了呀 你那个焦虑感 怎么还不出来呀 美国人 总而言之 其实这是舆论的引导啊 然后中国出点什么事 天大的事 对不对 中国这也有问题 那也有问题 中国反正总而言之啊 内部斗的一塌糊涂 那如果中国真的是内部斗的一塌糊涂 怎么走到现在 怎么你美国连这小事都做不成 中国哪件事没做成啊 对不对 最大的事是什么 今天跟大家讲了吗 芯片的事啊 现在海外的媒体疯狂的讨论 对不对啊 中美这个这个芯片的战争 谁赢了呢 谁赢了呢 咱们看看谁输了 行不行啊 对不对啊 你美国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啊 要在这个芯片制造业动手啊 因为你美国要掌控 掌控啊 整个整套的这个芯片的制造 制造业呀 对不对 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吧 美国从芯片设计啊 到这个芯片的制造 它要掌控 从最顶端到最底端 它都得拿下来 美国如果未来了 未来掌握了 这个全套的芯片制造业的话 美国就可以啊 成为一个定价者 对不对啊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嘛 权力的权啊 中国古人都懂 权是什么意思 是秤妥的意思 秤妥是干嘛的 是称重的 称重啊 能干嘛呢 你是衡量重量的标准 掌握了标准 你就有权力啊 对不对啊 中国的古人都懂的事 美国人当然也懂 他就是要做这个嘛 可是美国成了没啊 对不对啊 那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啊 中美芯片战争啊 这个中国赢了没啊 大家就看一看啊 这个趋势 大家就明白了 现在就连台湾 刚才跟大家讲了 台湾跟美国顶着来 台湾为什么跟美国顶着来 你美国连西西兰都拉不住啊 你美国的最亲密的 乌尔联盟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样昂萨的联盟 新西兰你都拉不住啊 连一个羞辱一下 中国的事你都不做 只是让你赔点钱 对不对 我美国 那原来好的时候 把你拉在我身边 这个时候 让你赔点钱的事 你都不干 对不对 你没有伤害 你与中国的核心利益 只不过是羞辱 连羞辱中国都不做 大家想想 美国未来在这个世界上 谁配合他 真正付出真正利益代价的时候 谁配合美国 啊 西西兰都不配合美国 就付出点利益 配合美国羞辱一下 中国都不做 你未来谁配合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 欧洲现在基本分裂了 对不对 刚才德国的看 德国的表态 你们给大家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法国啊 那个西意大利啊 英国呀 这个西班牙呀 表态了 但是问题是这些事情 哪怕是羞辱一下中国 并没有伤害中国 与这些国家的核心的 这些利益 没有伤害中国 也没有伤害到 他的核心利益 这个事情 美国都团结不起来欧洲啊 那你说台湾 为什么跟美国顶着来 稍微知道趋利避害 稍微看远一点 稍微你只要想一想 这些新闻动动脑 你就能知道 美国怎么了 美国是越来越强的 还是越来越弱呢 对不对 那台湾为什么跟美国顶着来 大家看明白了吗 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解答的答案吗 但美国的这个芯片战略 走成了什么样的 拿了这个啊 台积电的这个四纳米的厂 然后再过几年再产三纳米 你不是逗我 是在逗我吗 台湾那边三纳米 量产了 人家还开 还还做什么仪式 对不对 量产的仪式 台湾那边还说了 两纳米一纳米也在台湾产 美国掌握了最先进的 芯片制造业吗 对不对 美国掌握了吗 三星那边早早的宣布 我能量产三纳米了 台湾这边啊 宣布台积电啊 我能量产三纳米了 美国现在三纳米 这还差着呢 然后的话 最先进的啊 在美国最先进的 四纳米台积电的厂 亚历萨那那个厂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还得 刚刚开完移机的仪式啊 你现在也没量产呢 四纳米你都没量产 美国掌控什么了 折腾来折腾去 美国的芯片战略 它成功了吗 不仅没成功 之前跟大家讲了 咱们中国的这个芯片呢 对不对 中美贸易战 或者说啊 咱们就说中美之间的芯片战争 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芯片行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不对 那就是啊 有那么一点零零碎碎的 芯片行业啊 也能自产一部分啊 非常落后的那种制程 对不对 也有一些啊 比如说芯片的封装 这种行业中国也能做 然后到那个时候 中国也没有想要发展自己的芯片 对不对 为什么能买着 干嘛要做那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啊 花一大堆的钱 把这个行业养起来 人家那边已经成熟了 制程良品率都做得很好 人家的成本低啊 良品率高 代表成本低 你拿一样的原材料 十块钱的原材料 人家八块钱 对不对 都能够啊产生啊产生良品吧 对不对 然后没问题的 只浪费两块 你这边良品率四 对不对 你只有十块钱 只能产四块钱的芯片 你这个投入产出不正常啊 人家的又便宜 对不对 人家制程又好 你当初中国干嘛 要发展自己的芯片制造业 你美国这么一搞 那我就发展 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全产业链都在做做动作 芯片设计 华为早早的就已经有了 对不对 麒麟的芯片 也就是因为啊 动掉动到了美国的蛋糕 动到了美国掌控的芯片设计 这一块 利润最大的这一块 美国人不干了 也跟你拼了 然后那个时候啊 中国有一点芯片的设计 麒麟的芯片 然后呢 光刻机啊 光刻胶啊 然后的话 到现在为止 12纳米14纳米量产呢 对不对 然后进入到了EUV的光刻机的专利 这一块啊 那中国人都做出来了呀 谁赢 谁输啊 可以说啊 在中美芯片战争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芯片行业 只是个二 两分 两分 让走到现在没几年的时间 中国已经走到六分了 同学们 我只是啊 很保守的跟大家说 走到了六分了 美国呢 也许啊 他那个什么 刚开始啊 这个在中美芯片战争的时候 美国是六分 走到现在 他也就是个七分啊 对不对啊 而且这个七分 七分我都说多了 可能是6.1 6.2 为什么呢 你抢来抢去 抢台积电 你也抢来了一个四纳米的厂 三纳米的厂 几年之后再做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啊 对不对啊 然后啊 自己没有一个后续的力量继续发展 为什么呢 他所有东西都是抢来的 抢台积电 对不对 未来可能抢三星 对不对 都是从别人哪拿过来的 那中国呢 老老实实的发展自己 把这些东西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掌握在中国的自己的企业的手上 那未来 那我有了这个基础 我有了这些人才 我有了这些行业 我未来发展 无限的可能 这就是中美芯片战争 为什么现在海外的媒体 那种德行 对不对 中国 今天出事 明天出事 全是这种德行的媒体 这个时候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 对不对 也没有说啊 中美 中美芯片战争 美国赢了 也没讨论出这个结果呀 为什么呢 知道这个发展的趋势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最开始跟大家讲啊 就看待这两块新闻 大家就可以知道谁急谁不急 为什么谁急谁不急 最近反复的跟大家聊 未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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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行业 新能源行业 都在谁手上 都在谁手上 对不对 是不是在咱们中国人手上啊 绿色能源 我都不要老说了 老说估计各位也烦了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从最底端的原材料 到上面形成产业的光伏啊 新能源电车 新能源的电池啊 等等这些行业 中国都做出来了 大企业也开始有了 那你说你美国在哪呢 对不对 中国全产业链 而且都是最大的 而且还有未来的大笔的投资 谁给他投资啊 沙特呀 对不对 沙特呀 海湾的那些有钱的国家呀 要投资中国的新能源行业 未来还有钱进来 中国还有自己的人才 这个行业也到了一定的程度 大家要成为未来最大那个行业 还需要什么 这个问题提给各位 大家想想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东西啊 真正想要发光发热的话 他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事情啊 想要发光发热 真正做成了 他需要的是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嘛 时利人天地和 大家把天时地利人和拆开来 重新组合 然后的话 时利人天地和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咱们有人才 咱们有利 对不对 利是什么呢 有自己的市场 也有那个什么西亚 这些国家的投资 然后咱们再加上再来点时 时机咱们掌握到了 美国玩中美贸易战 中美博弈 那咱们掌握了这个时机 发展自己的行业 时机掌握掌握到了 再结合 有点时间 咱们真正就可以发光发热了 这个行业就真真正正的 在中国自己的手上了 天地人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利人天地和呀 咱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步啊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吧 然后这是未来的行业里边 其中之一 你说你美国急不急 美国眼巴巴的看着啊 你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啊 要做起来了 那美国人呢 美国在未来的行业 能占据哪一块呢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个那个那个啊 芯片行业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美国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 中国发展的状况又是什么 美国抢 抢来抢去抢的 台湾都跟他折腾 台湾为什么敢跟美国折腾 你不应了呀 美国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 跟大家介绍过 你去打听打听 对不对 哪个叫卡扎菲 谁人又是萨达姆 跟美国人作对 对不对 卡扎菲 想当年在联合国大会骂美国人 大家都找来看一看 多硬啊 结果呢 啊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呀 谁跟美国顶着来 美国弄死谁呀 那走到现在 谁跟美国顶着来 那用着跟你顶吗 都跟你顶 对不对 你美国啊 来一个羞辱性的政策 小小的羞辱一下中国 对也伤不到中国的利益 然后给中国的游客啊 简易一下 羞辱中国 结果呢 连乌亚联盟里边的新西兰都不配合美国 你说美国急不急 这就是中美之间的最大的问题 中美未来发展将会如何呢 各位啊 那个那个焦虑啊 可是不是可以放一放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才应该有焦虑感 这就是 这就是从这些新闻能够看到什么 咱们中国对不对 到底未来会怎样 其实啊 很多的事情 它都是如此 比如说像新能源 包含像芯片行业 咱们需要的是什么 就跟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那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啊 歼20啊 换这个新的发动机 歼20出新型号 歼20B 对不对 咱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时间 对不对 歼20B要造出来 新发动机啊 那得测试 也得造出来 在桩上 它需要的都是时间 为什么美国着急 为什么美国天天的 2027 2026 对不对 就要武统台湾了 因为他知道 再到2026 2027的时候 美国已经承受不住 中国解放军给的压力了 不仅是军事方面的压力 经济上也是如此 不管是芯片行业 还是新能源行业 你再发展几年 你说你美国怎么办 去看一看中国的电池行业吧 宁德时代 连时代周刊 他都替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背书啊 2022最佳发明 麒麟电池 1000公里的续航 你美国有吗 对不对啊 而且宁德时代的电池 还是2022年 全球市占率最高的 那个电池公司啊 第二名 比亚迪啊 比亚迪的新能源的汽车 全球销量第一名啊 那你美国拿什么来跟中国拼吗 再跟大家多讲一句 美国有特斯拉 特斯拉的德国厂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特斯拉的上海跟美国厂用比亚迪的电池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啊 你说再发展几年 你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 时间是什么 时间就是一切呀 不仅如此 为什么美国这么急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现在伤不到中国的核心的利益 他能羞辱你 他一直做一些羞辱你的政策 而且伤害美国与美国小盟友关系的这种政策 美国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 他看到了未来的趋势啊 看到了未来趋势 看到了自己最后的结果呀 那那那你中国得出问题 那你中国不出问题 那我美国如何能够压你一头啊 这就是美国的想法 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美国的发展的趋势 台湾都看到了 民进党都看到了 蔡英文都看到了 不然的话 他哪有胆跟美国人顶着来 然后的话 在这补贴台湾自己的芯片行业 可美国就想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就顶着就不给 现在自己还在自己补贴自己的芯片制造业 民进党都看到了 蔡英文都看到了 你看到了吗 未来的发展趋势已经定在这了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